其实今天我们在小学生上的高研徒 我们在学习的高研徒 在中山大学 小学们是可以去买 在早上去从中山下的中国人 在聆绚者身为小学生 我们在学习学生 在学习的学习部 以后我们在学习路上 如果我们在学习学院 我们在学习学校 我们在学习学生 是的,我们的性感受如何 因此世界的性感受 有很多的性感受 我们的性感受 因此我们人们的性感受 在医院,我们跟医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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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躲在 然后被沙子堵住了 他被沙子堵住 他要去哪里躲 没地方躲 所以鲁馬不见了 十年前很多 一个晚上可以抓十二条 以前那现在 爸爸选在发生 那些穴 他的洞穴都被堵住 那时候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 一年吃一次鸡肉 然后有人抓到 抓到山猪 或者抓到山猪的时候才会吃到肉 其实我们虽然家里养猪 可是只能卖给别人 因为家里穷 所以变成鱼类就是我们 我认为是我们那时候 是最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 所以我们中午前会放学 然后我们赶着去河流去抓鱼 抓螃蟹 抓虾 填饱肚子之外 也是涉及这个蛋白质 所以从小就是这样长大 所以可能就这样比别人家 这样会嘛 那我又很爱知道这种东西 是什么鱼 博鱼我又知道 母鱼我又知道 老人家就会母鱼啊 年轻人也不会 国也不会母鱼 就放在脑袋 所以这是我们做的 这个其实对卢卡族来讲 其实是一个 如果是大家会善加力 会利用的话 我认为是很好 我们今天呢 带来了一箱 非常特别的课程 叫做 台湾淡水鱼的来龙区 里面有鱼 里面有什么呢 告诉你们 这一箱里面的内容物 现在都摆出来了 全部都是 一型鱼 对 那这一箱没有鱼 对 但是呢 这一箱我今天帮你们上 你们要认真一提 因为你们有个很重要的认为 直接拿学工具来打 等我们上完这六堂课 我们要创造出一箱 属于你们自己鲁凯族的 这样的行动展示一下 因为我们打算把你们的鱼呢 做成标本之后 还有发展你们自己的鲁凯族的 传统的鱼的知识 然后跟环境生态保育很重要的观念 然后之后我们要到下游 到海边 甚至到离岛的学校去 介绍你们部落里面 很珍贵的淡水鱼 对 然后这个 然后那个 屋台部落 他们有一条北爱寮溪 其实就有很多的淡水鱼 而且是我们台湾特有的原生种的 那我就藉由这样的一个支援 原来的海生馆的一个行动展示箱 然后结合在地的一个知识 然后把它总和起来 又设计了一个新的一套的 行动展示箱叫案 叫做鲁凯淡水鱼行动展示箱 那很机缘的就是 它刚好又很符合现代 我们希望海洋教育可以跨领域的结合 所以我们又回到海生馆 又办了一个特展 所以这一次是很特别的 先有了行动展示箱 然后才开始有一个海洋的特展 叫做鲁凯与你相遇的特展 吐头沙 好 还有一个是潘眼秋 叫嘎嘎嘎饼 嘎嘎嘎 好 那老师就补充到这边 那我想 我没有补充了 下次再补充 我想到再补充给大家 好 小时候有在 就是刚好遇到八八峰之外 我就在山下找不到 所以沐浴 那时候沐浴超级差 一句话都听不懂 那你后来才回到山上的吗 对 山上 回到山上沐浴突然变好这样 哦 那你就喜欢山上了 嗯 所以你个人哦 你愿意投入保护沾水鱼 让溪流变得更好吗 第一开始你来教我们的时候 我是 其实我是 练习是很抗菌的 真的吗 因为那时候 我没有那么喜欢鱼类 就觉得鱼类 哪来吃的 小时候要跟人家成 好 预备 一二三 快快快 好了 听完了吗 好了 好了 快快 我听完了 好快 都上去 很好 很好 是你发现的淡水有什么特别 淡水有什么特别 我超喜欢高山顾鱼的 它为什么叫 卦鱼呢 就是我们的部落名字 就什么叫卦鱼 就是它在那个大石头附近 一闪而过的那个感觉 就像 就让老人家觉得很像 老鹰 老鹰不是为那个太阳照下来 不是为影子 很像在水里面那个影子这样 所以老人家 而且老鹰我又发出 又是像 卦鱼 卦鱼这种声音啊 所以老人家就想到这一点 啊 你就刚才叫卦鱼这样 所以我们足语可能会加一些 加一些词 来好好分辨 老鹰跟 我们的高山顾鱼这样 我有一点 都想到一趟了 是的 我们来到他 我们来到一个小牛正石头 蹼下 有非常大 好 我们都想到 如果你再联跑 去看 所以我們在此所謂的老人家都沒有看過 我們一直認為這樣 他可能曾經來玩過,但是就委屈了 對,要不然我們應該會看到 但是父親還說如果他真的我們有在這個河流有看到 而且未來他可能會增殖、繁殖的話 那他的名字應該就是用地圖看見的人 其實按照你們,其實委屈一定要按照我 總覺得好像是欠他們 好像有他們說承認說這個就是以這個 這個小孩子這個老老子的名字、秘密 總覺得好像欠別人一份情 那個是自己的個性 當然是滿高興的 這個有一條魚是以自己命名 最起碼,雖然那些老人家他們的 他們的太太都一直跟我開玩笑 每次想到說要吃那條魚 然後就想到你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講笑話 就覺得滿好笑的 我覺得又覺得滿關的 當你們配合這個圖 那大家都有看見 這樣的就是有經過審查的才是穩當的 然後那個老人家還說 這個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因為以後如果有人要說 這個魚叫做什麼魚 我們就要說不對 這個叫老老鼠是我們那邊的 先找到的在我們的這個河段 好 好 好 我要介紹的這隻魚是 的事情 然後他的族名叫蘇嘎斯 中間丘頭 他的名字叫 老鼠 他的體型是舌型 體型是舌型 很好 他的身體是 圓豬型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可是這個會有兩個個人 在另外裡面的人 所以加起來 五再加二 多少 好奇怪 對不對 太緊張了啦 沒關係 好 所以你這張圖畫完了沒 還缺哪個部分 因為我們的戶外教育展示課程 其實現在就等於是現在主流在推的本位教育 其實他把本位教育結合了科技進來 這是一個把過去引到未來的一個教學手法 孩子他不是只限於我只有這樣子 而是他要去轉化 他要去講出來 這是自主學習自我內化的一種過程 他其實不單單就是民主教育了 他結合了自然生態 結合了科學 結合了環境教育 甚至在藝術與人文 或者語文方面都有牽涉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跨領域的整合 其實對孩子來說他的學習是 很多元的 而不是單純就是卡在民族教育這一塊這樣子 他的斑紋這種就做不規則型的 不規則型的斑紋 然後這個 這個不是斑紋喔 這個就是側線 有側線的就是高山谷 就是我 可是比較看不出來 你們傳下去 這邊有一條線 傳下去可以講 我會特別想要帶他們去尋回就是 其實藉由這樣的一個比較 他才能夠真的了解 他的家鄉有多真偉 那果然就是有印證到 其中一個孩子就是 他其實一開始我去上課時候 他不認為淡水魚有什麼好學習的 然後他覺得那就是吃的魚而已 可是經過這樣的課程之後 他覺得他對淡水魚比較有感情的 就是他的家鄉的魚 尤其是那個 那些魚啊 就不再只是可以吃的魚而已 那我其實最感動的是 他們對自己家鄉的看法 比如說 他們霧台跟小琉球 都是一個很觀光的熱門景點 那其實很多的觀光客來 都帶進了一些垃圾 所以我帶他們到離島去看到海洋的垃圾的時候 他們能夠連結去想到他們家鄉 其實有很多遊客來 然後也帶來很多的垃圾 遊客來這邊 丟我們的垃圾桶 我們是很樂意的 就是因為 部落裡面 有些人都會亂丟煙地啊 亂丟煙地 其實造成我們一個困擾 所以我現在會講 我會講 你看你們看到那麼有垃圾桶 你可以撿起來去放 不要壞壞大自然 蠻欣慰的就是 這段期間我看到小孩子 多認識這些魚 也就是 當然是以我們 從認知上去了解這些魚 我相信他們在情義方面 會更愛護這個部落 會更愛護這個溪流 大家好 我是魯曼杜拉 我的身形是蛇行 就跟我一樣很條條 是部落裡面最大的溫馭 我喜歡住在大小的洞穴內 我要生孩子時要去大海 寶寶長大後要返回淡水 物財包包包在後 沙子把我的棋棋地破壞 所以現在 部落裡面非常難看到我 還有人類的過渡捕撈 翻丟垃圾 讓我沒辦法回到部落的家了 這就是我們要講的 淡水魚的故事 謝謝大家 好啦 我們原住民在很久以來 這些傳統的做法 是我們要去推廣的 你有所需 你可以去取用 但是你不能亂來 你要去尊重那個平衡 這個是要從小 就要開始去教導的 那盧凱族他的這些魚獵文化 有這種特質 那我們希望把它呈現出來 我們這次特展是第一次嘗試 也許以後其他的部落也可以 我們也想這樣做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特展的開副典禮呢 到這邊就正式的完成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這個舞台的很多人都跟我講 你怎麼捨得把這個自己的知識 給別人呢 可是我想一想那誰要做 我是滿任意人家跟我取東西 因為初衝以前就是這樣 而且我分享的是 我要我很專精的東西 我才會分享 因為有興趣 然後又精通那個 當然是 既然有人幫你更研究 更細一點 或者是發表出去 那何樂不完 所以我是那麼認為的 我開始進入到這個學校 那我其實是要跟學校的民主老師 就是巴老師 他是自然科老師 那我們其實要一起去 教淡水魚的知識 巴老師在這方面協助我很多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盧凱族 然後用他對於盧凱族的文化 還有這些魚的經驗 他自己也是個很好的獵人 然後給我一些幫助 然後去補充這些教材 所以因為有他去帶入這些知識 讓這個課程更有趣 然後也更有意義 學校推行民族教育這一塊 其實外面的聲音很多 孩子國小畢業之後還是要下山 還是要面對這個主流社會 他除了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領域之外 他還是要學習主流的文化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學歷部分 其實家長這兩塊也都很在意 也都很掙扎 但是我覺得這兩塊並不衝突 是傳統文化 傳統教育 我們所謂的那些傳統的品德 傳統的美德之外 他其實也包含了很多知識 我們要以傳統教育做一個媒介 讓孩子能夠去延伸到未來 他有他獨特的能量 將來他就有他獨特的位置 我總覺得如果大家都秉持著那個 把孩子送回來讀書的 我認為這個是我最期待的 其實這跟這個 最起碼這個Kidu在這邊 會到最後會愛護這個地方 會把他的心力 付出在這個自己的部落 融入這個社會 所以我認為我最期待的就是 孩子真的是能夠回來 與眾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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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